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报名说 这句话题我们说一说 四代机能否显著提升华越起飞航母的战斗力 最近有媒体在辽宁号航母上发现 一架歼35的隐形战斗机的模型 停放在飞行的脚板上 这次航母目前处在船厂围保的过程中 人们推测这个模型的出现意味着 歼35有可能用在辽宁号上的型号上 辽宁号和山灯号的两艘航空母舰 航母舰上的舰载机都主要是歼15 这款战斗机是我国队从俄罗斯进口的 苏33舰载战斗进行改装 通过对方程机在航空电子系统 火控系统进行升级改造以后 不但保留了苏33的优异性能 其综合作能力还有质的飞跃 歼35是为海军航空兵研制的第四代舰载战斗机 目前还处在试飞阶段 一般认为它是和辽宁号航母配套的 采用弹射起飞和拦走降落的方式 那歼35出现在辽宁号上面 自然会让大家感到很有兴趣 难道海军航空兵也在考虑 歼35的滑越起飞吗 四代机在航母上采用滑越起飞的方式 是有先例的 英国伊丽莎白号和威尔士青丸号 这两艘航母都是滑越起飞设计 不过这两艘航母装备的是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F35B 航母上并没有拦走锁 飞机起飞的时候可以从前方的坡道上起飞 但降落的时候要打开深力发动机垂直下降的甲板上 如果把类似于F35C这样的弦号放在辽宁号 山东号之类的航母上采用滑越起飞和拦走降落 是不是具备可能性呢 这是美国英国法国来着俄罗斯的海军都没有试验过的问题 从这两艘航母的实际使用来说 如果能使用歼35当然是非常有利的 目前我们这两艘航母配套的歼15战斗机 虽然能够用来执行多种任务 但是对上美国阵营装备的第四代 隐身战斗机F35C坚15就不占优势了 美军主力航母已经大量的配备F35C中队 海军陆战队的两栖攻击舰配备了F35B 韩国空军日本航空自卫队澳大利亚空军 新加坡空军装备了F35A 美国还希望韩国海军日本海上自卫队 和澳大利亚海军能够采购F35B 用在各自的轻型航母或者是两栖攻击舰上 那殲-15遇到这样一些嫌悪 将在隐身和信息化能力方面面临代差的劣势 仅仅凭借殲-15 我们的山东号和辽宁号就很难 作为主力航母发挥作用 如果将殲-35配备在华越型航母上 技术上是可行的 殲-35本身是双发动机的 靠自身动力是可以华越起飞的 虽然与弹射起飞相比 华越起飞可能会损失一些最大起飞重量 但这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弥补 比如说可以采用满蛋布满油的方式先起飞 控制起飞的重量 起飞之后再通过空中加油的方式来补满燃油 保证航程和流空的时间 虽然相对麻烦一些 但是也比美国主张的所谓闪电航母要强大的多 美金的闪电航母就是用4万吨以下的两栖攻击舰充当轻型航母 每一条可以携带10多架F-35B 分散部署和使用 万一其中某一艘被东风快递打中 而失去战斗力的话 损失也不算太大 山东辽宁两舰如果配备歼35 飞机携带量可以2-3倍以美军的闪电航母 歼35作为后来者 在雷达电子系统上将比美军的F-35系列要更加先进 而且双发动机在供电能力 弹药携带能力上要比单发的美军的F-35优越的多 也就是说歼35的单机战斗力要强过F-35C 更不要说设计上存在缺陷的F-35B了 这么一分析 一个山东号战斗群的实力 顶得上好几个闪电航母的战斗群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看到歼35从航母上起飞的视频 无论是弹射起飞还是华越起飞 都还在期待之中 不过这是一个按部就班的技术发展过程 加以时日 关于航母的各种梦想都能实现 我们又有这个信心 好 这句话就说到这里